Hello Hello, 歡迎大家來到幣家NFT 我們的節目主持人心心仔 大家都是心心仔 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 不是講Bitcoin 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是 錄合彩7000萬 然後剛才我輕輕地計一計數 足足有133顆Bitcoin 希望快快速錄完這一集 然後大家可以買個六合彩 頭個珠 那夠了, 說回Crypto Bitcoin現在的價格是67,300 早兩天是69,000 回到一點點下來 我們看到價位好像能保持住 這部分我們放在最後圖表分析 詳細說 然後今天準備了一點東西 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登登登 美國大選 為什麼特意說一說呢 這個美股創新高 標普500 就5800幾點了 之前有一些新聞有些數據提及到 8月至11月 即是選前三個月 美股是會有一個正回報的 大概都是會上升的 由8月到11月 然後美股創新高 好像叫做走勢符合的數據 另外一樣黃金也創新的 2千...2千...2千多 看一看 2千...8...3十塊 1盎司 那又是ALL TIME HIGH 大家可以看到 那美股黃金都ALL TIME HIGH Bitcoin 什麼時候我探望 7萬3千多 期待 十分期待 那為什麼會說 關於這個美國大選的事呢 剛才說了 SP500 標普500 就有個數據support 是一個 8月至11月升 黃金為什麼會有升呢 就是之前一直都在說的一個主題 就是經濟衰退 美國那邊 那所以就 可能很多人落著去買黃金 令到金價可以持續上升 另一部分呢 就是這一個 美國大選 那哪一個總統上台執政呢 其實都很影響全球 或者最主要影響美國 那在未有一個明顯的 叫做選到人出來之前 黃金持續創新高 又好像很make sense 因為它屬於一個避險資產 在不知將來的情況 怎樣好 不如就避一避險 那可能會有一個這樣的 這樣的narrative 那些人就去買 就是有個這樣的主題 有個這樣的想法 然後就去買黃金 那 大選 現在特朗普 和可錦麗 就是我們看到的數據 接近30% 64%和35%支持 那這個數據就是來自於這個 預測網站 polymarket 又或者是一個賭博網站 就是真金白銀 拿錢去買 究竟哪一個 勝出 那所以你會看到 那個percentage 會有一個 明顯的分別 那現在我們看到就是 多人去支持特朗普 但是我們知道 我們要知道這個polymarket 有什麼特徵 所以出來這個數據 第一這個網站 只是用crypto 玩而已 那所以呢 你會發現 那個sample size 未必很多 就是只是玩crypto 的人去玩的話 那就多些人支持特朗普 那都很明顯 他講到這麼pro bitcoin 這件事 那另一件事就是 sample size 不大的 那個頭柱額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印象 都不 不記得 不深刻 都免得亂說了 那主要想說就是 有一些個別的大戶 下的金額柱碼 夠大的話 是很容易動到percentage 都是那句 因為那個sample size 小 是很低的 那 之前有新聞說到 早兩天 就是 特朗普那邊有四個大戶 total加起來 落著支持他 是六千多萬美金左右的 然後這個支持呢 就可以動到percentage 5-8% 某程度我們要知道有一些這樣的特性 那屬不屬於民調的一種呢 算的 真金白銀拿錢下去 比民調更厲害的 我覺得 但是那個sample size很小 就是玩的人其實不多 那 美國傳統那邊有些電視媒體 各種各樣都有些民調 那我自己都會覺得是 參考一下 看看就算了 因為要猜到很難猜的 因為那些電視台基本上 自己已經站在那邊 有立場支持誰的 那他們做些民調 他一定是favorite 就是他們支持那個 所以 都是得膽笑 或者看看就算了 最終結果都是看投票那一天 然後我們經歷過上一屆的投票 我們都知道 民主黨最秘密的武器 就是投票機 還有一些郵寄選票 而今屆最厲害的就是那些 叫非法移民 或者新移民 進到美國那邊 全部都是民主黨 這個四年期間執政 去帶進去美國的 那這班新移民 或者叫非法移民 他們拿到一個 合資格的身份之後 那怎麼辦呢 他們都可以投票的 那然後會投給誰 那說到 民主黨可能一直在投票這個計劃 四年的 那這個我們就是 要知道當前最 最大的一個 一個世界大事 那 而Bitcoin為何在69,000 到回到67,000 左右呢 可能就是因為 大家都未知哪一個上台做總統 所以呢 就未去到很荒謬地下注 因為萬一是我這麼理想 那Bitcoin會怎樣啊 那如果是 Trump Trump想 那Bitcoin會怎樣啊 那就很明顯了 那這些就是 那為何 那為何 那 Bitcoin我的看法是 不像美股啦 不像黃金那樣 可以叫 出現一個 超級明顯的行情 走出來啦 那 那這裡又分享到這樣了 然後下一件事呢 就是說什麼呢 YuGalabs 這個YuGalabs呢 早排 就是早幾天 就出了一條新鏈 就叫 AppChain 一條新的Layer2鏈 那然後 Appcoin 大升80% 然後 BaseMacy那些NFT 又升啊 那最主要 的情況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弄了一個叫 迷恩發射平台 不是啊 就是 Click一下按鍵 就可以立刻 弄到一些MemeCoin出來 那這個這樣的東西呢 就令到很多MemeCoin出生 MemeCoin出生又代表什麼呢 就是暴富的機會了 就是說隨時有幾萬倍 幾千倍的那些升幅 就是在MemeCoin才發生的 那然後要玩MemeCoin的話呢 籌碼要是什麼呢 在AppChain上面 就是要用AppCoin 那 就是代表很多人要去買AppCoin 然後就再玩MemeCoin 那就令到AppCoin的價格 由0.7多 衝上去最高位1.7多 現在大概去回1.4多而已 那 超級 誇張的 一個事情 那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情的就是 凡是有一些新的鏈出生 最旺盛到那個生態 一定是什麼呢 就是做一些 迷因發射平台 那些平台就是讓你 RUN KICK 一個 一個按鈕 就可以做一隻MemeCoin出來 超級簡單方便的 就令到很多MemeCoin出生 就報復機會 那這件事情 而我覺得可以參考一下 將來如果有些什麼 叫做 出名的Layer 2出生 然後大家就可以留意 有沒有這樣的報復機會 然後另一件事 就是一個之前玩AirDrop的 東東 那就是這個Glass 相信很多人都有玩到 那就現在呢 昨天21號呢 就出了一個Final Tracker 就讓大家去看看 究竟自己有多少AirDrop 可以拿到 那我們要去哪裡找這個網站呢 我們就是要去 他的Twitter 大家看到嗎 Add GetGlass 然後 底線 IO 那去第一個Post這裡 Glass Foundation 你去Glass Foundation都可以的 那這個Post呢 裡面就有說到 他這個AirDrop 的詳情 在裡面 然後 大家這裡會看到 有個網址 這個網址 就是回到剛剛這裡 只要你 connect回你的Wallet 那你就看到自己有多少AirDrop 那這個大家要留意一下 另一個 就是這個叫做 悟空 悟空 的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什麼 就是 凡是 大家有 一些MemeCoin 存在你的Wallet Solana的Wallet 那你就可以獲得這個AirDrop 例如有些什麼MemeCoin 就這裡列出來 然後又有一些NFT 又可以 拿到這個AirDrop 大家要留意有沒有這些NFT 最後就是 如果你有買Solana手機的話 你又會有一個AirDrop 我估計 很多香港人 或者是 玩Crypto的人都有Solana手機 那 大家可以去這個網站 去 去Clam 你的AirDrop 要Clam 不是直接跌到Wallet 要Clam 那這個就是 一個這樣的事情 又可以去哪裏這個網站 其實我在自己的Twitter上面 都有放出來的 就是Solana手機的朋友 注意啦 有件AirDrop的事情 那這裡就有一個 我拿到多少 Airdrop的一個表 大家可以按這個連結 就可以去到 Telegram 那裡 那裡 Telegram 就不是Exceli這個網站 會去到Telegram 然後你Telegram 邀請五個朋友的話 又會有這個 1500的積分 那 希望值錢 我猜就不值錢 可能最後是一兩元美金 或者都不值 但是純粹有一件這樣的 幾 幾 新鮮的事情 昨天才發生的 這件事 那所以大家 看完這條片 就自己可以 去 去 官網看 那這裡也有 他的官網 我Twitter 你可以直接去官網 按去帳戶 然後下面這裡也有 官網 OK 看到 那 超級 簡單 好 講完這些了 然後 然後 就去到 我Twitter另一個位 今天 還是昨天 昨晚 我出了個post 這個post 我就是說什麼呢 其實剛剛都畫了圖 就是 昨天跌 回踩 如果能夠67k 收市 收盤價 守得住的話 接下來就80.8k 沒得頂 這個就是昨天晚上我出的post 那 那 沈氣都要再說 那 我一個禮拜就是 星期二錄音 然後 星期四直播 那 其餘日子的話呢 我都盡量希望做到 每日出一個 Twitter post 可以update 一些 Bitcoin的 價格走勢出來給大家看 那 大家就可以去我Twitter 那 就可以 叫每日更新到一些 一些圖表的情況 好 最後一拍就是圖表分析了 我們先看黃金 黃金 Altime High 2732 一盎司 接下來可不可以繼續上嗎 走勢很帥 看到嗎 一個超級亮麗的帥仔走勢 然後 這個是daily candle 日線圖 然後 是有一樣東西可以畫一畫 究竟他 接下來會怎樣 就是畫一個 powerbolic curve 我們盡量畫得 帥仔一點 貼著的話 我們會看到 這個powerbolic curve 還未去到一個 叫做 動力未完 我們看到那個情況 是什麼呢 這個底碰到 這個底碰到 這裡穿一穿就不太算 這些底又碰到 這裡又碰到 根據有那麼多 contact point 那麼多接觸面 我就會認為我這一條curve 是valid有效的 擺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看到的就是 它還未一支很強地升上去 又或者我們還未看到它 跌穿這個powerbolic curve 那麼 我的判斷 它是依然會有力繼續上的 這件事不得了 黃金 那麼從今年到現在 升了幾多 percent呢 好像都三十幾 percent 現在即場 量度一量給大家看 年頭是大概 1月1號 大概在這個位 去到現在這裡 32個percent 次兩線 黃金 10個月升了32% 還是不是避險資產 哈哈哈 是 它是避險資產 的確是的 那麼這個就是黃金的 今年的升幅 我們又看看美股 美股 美股都是早兩天 早兩天 早兩天就是上個星期五 星期六就沒有開市 那麼現在的價格在5,800多 那麼距離 alltime high的位置是多少呢 我們zoom近一點 看看 alltime high的位置 五千八百七十四 現在是五千八百五十三 差二十點而已 又很快 有alltime high 然後我們又看看 它的走勢 大家都明白 我這裡放回 放回alltime high的位置 大家又看到我把底的 contact point 接觸 就是碰住它 來畫一畫 我們會看到一樣東西 是什麼呢 就是 現在 又慢慢飄過去這個位置 飄過去的話 我相信又會彈多一下 相信而已 可以不發生的 相信 但是如果它跌穿的話 那可能就會retest一下 然後就會慢慢跌下去 會有這樣的情形 那我自己的看法都是 在美國大選前 依然都可以保持到這個力度 黃金 和這個美股 都會有這樣的情形 好了 最後我們講Bitcoin Bitcoin 別人的alltime high Bitcoin 就六萬九 差一點 距離這個 距離這個 我們現在這個價格 距離 七萬三千幾 差9.7% 即不夠10% 其實都近的了 要alltime high 給多一點時間就可以了 究竟可不可以 十月埋單 alltime high 暫時我們 看的 是進度良好的 同樣地把底線 連起來 連起來 大家看到 這個底 這個底 連起來 OK 我們一直都還在 這條 supporting trend line 上面 在supporting trend line 上面 代表是一個 進度良好的狀態 只要它 不要跌穿它 那就沒事了 我們又看 另一條線 就是這一條線 剛才 Twitter上面 都是這樣畫的 這條是一條什麼線呢 就是一條 倒轉的頭肩頸形態 突破回踩 而突破回踩 已經發生了 就在昨天和今天 是一個on going的狀態 大家看到嗎 早一個星期突破 然後昨天回踩 然後今天還在這個位置 會不會跌穿呢 收屎 會不會呢 未知 進行中 暫時還是良好的狀態 而這條線大家看到嗎 我是貼著頂 去連一直線 那一個倒轉的頭肩頸形態呢 要將它的 目標價畫出來呢 超級簡單 就是將頂線和頭的最底 拉一條直線 然後放在它突破回踩的位置 這個位置呢 就是它的目標價 那到了8萬元美金一顆bitcoin的時候 可能呢 我都會take a take profit的了 就... 沒有東西是直線狂飆的 怎麼都會有東西回一回的 就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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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昨天一樣 我們上完6萬9之後 是不是直接上7萬1 7萬2 7萬3 不是的 它是回下來6萬7 那我相信... 這個情況會持續發生到年底的 然後我們又看看之前那些 升了7日8日回回3日 然後升十幾日 然後又回回4、5、6日 然後徘徊一會 又升10日8日 然後現在會回3日 回多少日呢 還是說會徘徊一會呢 然後再上呢 如果在一個量例的牛市上面呢 我認為是這樣的 而牛市什麼時候開始呢 大家可以看回我上一集 有提到的... 過去三個牛市周期的起點 就是在10月 那大家可以看回上一集 然後這個位置 只要我們今天... 不要跌穿這個6萬7千1的位置呢 那我認為... 都很大機會 是屬於一個... 突破回踩 繼續升的狀態 然後我們看到的趨勢呢 是... 低點 高點 更高的低點 比起之前那個... 更高的高點 比起之前那個... 所以如果接下來去回落的話 只要都是高過這個低點的話呢 那都是一個叫做更高的低點 假設它是來到這裡 然後再上的話 那麼這個低點都是高過這個低點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的trend呢 那個趨勢呢 依然是健康 量力 然後我們又看其他線了 現在這個6萬7千的位置 大家明白啦 然後我畫一條環線 這條環線畫在哪裡呢 就畫在前一個... 高點 水平線畫出來 前一個高點 這裡 這個是前兩天的高點 這個是之前的高點 那這個位置是多少呢 又看看 66,000的位置 或者精準一點 就是65,900 所以我們如果去回65,900 我也覺得不用怕的 都OK的 因為自從我們... 上個星期這個位置 這三支 突破了上去這個65,900之後呢 是一路未回踩的 那麼現在如果回踩回來的話 沒有問題 完全是make sense 合理 好了 這個就是... 另一個叫做... 支撐線 原本是左力線 突破了之後呢 它就會變成支撐線 好了 看完這個之後呢 我們再看另一個 就是... 半年以來的一個... 左力位置 那麼... 看得我雜數多都知道的了 就是這些啦 這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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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突破了 大家看到嗎 現在... 我們有zoom近一點看 大家看到... 在突破之前 有支陰燭放在這裡 就是左一左 然後突破了上去 一直都沒有回踩 這個位置 現在回踩了 oh shit 昨天還跌穿了 那現在呢 我們就叫做... 大家看到是不是很混亂啊 這個位置 大家就明白滑圖那幫人呢 其實都... 看東西都挺抽象的 哈哈哈哈 在一堆這麼雜亂的線上面 然後... 去看現在的界邊 那麼... 大家... 隱約看到這裡有個三角形吧 那麼... 我認為... 這裡可能就要... 波動一下先啦 就是... 不上不下 可能又會衝上 又可能會跌落 那麼... 多空雙殺殺一下 那些槓桿仔先啦 那麼... 這些位置大家要小心啦 沒有明顯的方向就... 就... 很容易在這裡上下 其實一兩千塊這樣 你未必好抓到方向 然後去到這個位置之後呢 三角形之後呢 我自己... 的... 想法呢 我將它變成... 就是不要拉那麼長 這個位置 我認為在這裡呢 有機會呢 我又將它放回... 近一點啦 我認為這個位置呢 有機會... 會出現... 一個... 明顯的方向 上滑落 大家之前都看過我的... 不同的... 集數都有說到啦 越近一個三角形就... 尖端就... 越容易出現一個突破啦 那麼... 這個三角形... 不是一個典型的三角形畫法啦 純粹是... 這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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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 這條... 三角形... 什麼叫... 典型的三角形呢 我可以舉個例子 典型的三角形是什麼呢 就是... 我將... 這一個... 頂位... 這個高點 連到這個高點 是夠連的,沒有意思的 不要以為有什麼意思 然後我把這個低點和這個低點 又連一個直線上去 大家看到嗎? 這裡我再把它延伸出一點 大家看到一個這樣的三角形 然後價格在這裡發 這些就是典型的滑圖 三角形 然後越近尖端 就越容易出一個方向 或者叫突破 然後為什麼我會 拿這個高點 去和這個高點 做一個連線呢? 我剛才說了,夠滑的 其實也可以用 近一點這個高點 和這個高點 一樣可以 只不過是 看看你自己放哪一個高點 而這個呢 就 不太像是一個三角形 會出現的 不太像一個三角形 因為像一條很長的筷子 拼在一起 所以為什麼我剛才用這個位置 又或者可以用這個位置 也可以 我們把這個高點和這個高點 連起來 大家就會發現 其實他們的三角形 就會變得 又就會這樣 這個三角形 就會有這樣的情況 而我最初第一個擺的就是 這樣 基本上是每一個三角形 或者每一個圖都嘗試去看一看 看看會不會出現到一些 pattern 這個就是畫圖 會做的事情 經過我看之後 其實這些三角形 都未必會是 我認為有意思 有意義的一些圖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去講 純粹去分享一些 畫圖上面自己去嘗試 畫不同的圖出來 嘗試把不同的高點連直線 低點連直線 就應該無可厚非一定是這兩個 大家都明白 如果我們再繼續下跌的話 剛才又說到這個水平線 如果再下跌的話 其實我們這裡還有一個支撐 這個支撐是多少 我們又看看 假設 我們假設 純假設 接下來三四天 都是繼續下跌 去回這個位 我們又看看 支撐點在哪裡 大概在六萬 六萬四左右 我的判斷是 所以如果我們先來 叫做這個 六萬六的位置 跌穿了 不要緊 我們還有六萬四的位置 都是在一條支撐線上面 還好的 而我自己的看法 其實挺強烈的 就是這個 一開始畫出來給大家看的這個 就是把這個高點連直線 然後頭肩頸 現在我的判斷會是一個回踩 希望它可以上百萬 這個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然後現在還有一個多星期 兩星期左右 美國大選 Bitcoin會不會在這些位置 變成一個環盤的狀態呢 都有機會 然後這個環盤狀態 最終就可以 最終可以怎樣 最終可以 最終就可以這樣環盤 碰到這個位置 就可以繼續上了 碰到這個支撐線 這個是我自己心目中的一個畫面 希望這件事也是這樣發生 如果接下來這兩星期 有一個低位的價錢在這裡的話 我會把握機會入貨 因為十月是一個週期 牛市起步的起點 過去三個週期都是一樣 今次是第四個週期 我們要有信心 有信仰 今集就來到這裡了 星期四我們直播再聊天 大家喜歡的影片 就subscribe 然後share給朋友 然後comment like 你們的留言我都會看 然後你們的留言 就是對我最大的支持 就是這樣 再見 拜拜 謝謝 我們會不會 準備好 謝謝 我們會不會 有些人 有些人 會不會 有些人 會不會 是 我會不會 你會不會